各位朋友早晨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10月31日 星期四 今次和各位朋友一起說說香港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說說市道情況 有關結業潮 據報曾經紅極一時的板掌壽司 據報原來是全港執政多少間分店 和各位一起說說 令人感到惋惜 因為他的創辦人鄭威圖今年離世 是怎樣的情況和各位一起說說 另外也說說香港各大的最新熱話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淨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 先看看你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的最新報道 板掌壽司一年收拾了6間店 旺角店也擦場 原來全港只剩下銅鑼灣店 有十多年歷史的本地連鎖壽司集團板掌壽司 全盛時期有多達27間分店 遍佈港九新界 到今年初 剩下7間分店 但都在近月陸續結束營運 包括早前離場的沙田分店 到近日 旺角分店都被網友發現已經倒閉了 現在全港只剩下銅鑼灣區一間分店 網友慨嘆 板掌壽司 創辦人鄭威圖 過世過後 板掌壽司 倒閉了一間 板掌壽司創辦人鄭威圖 人稱Wikisaka 今年4月2日離世 他在2004年成立板前壽司 2007年開設板掌壽司 主打高檔的日式料理 在香港帶動普及日式料理的推手之一 他更加在2008年以43萬港元 在日本築地市場投得日本一的南瓊吞拿魚 成為第一位香港人投得日本一 以上來自HK的報導 曾經紅極一時的板掌壽司 原來全港只剩下一間分店 現在剩下銅鑼灣分店 另外高峰時期曾高達27間分店 不過估計近年的市道真是一般 另外他們的創辦人鄭威圖 在今年4月離世 網友都慨嘆 看到板掌壽司原來正肖肖地 說的是逐間分店倒閉 面對著現在低迷的市道 很多網友都慨嘆 相當可惜 尤其曾經相當多分店的集團 一樣是做不住的 另外亦都說說本地消息 根據HK的報導 粉嶺停車場70架車遭到刑事毀壞 蒙面的歹徒落貨輪 再持棍、斧頭、遊走 連環搏爛別人的車 內文就提到了 粉嶺農若頭兩個露天停車場 昨天早上分別被揭發 有歹徒闖入、搏爛車窗和臨紅油 一共有70部車遭殃 網上其後 封傳一條拍到事發經過的車鏡片段 看到一部黑色的客貨車 駛至其中一個的露天停車場 其間有幾個是磁械蒙面的歹徒落車 然後分別走向不同的汽車搏槍 片段當中可以清楚聽到 敲打的聲響和玻璃的碎裂聲 亦可見到四名歹徒在停車場內遊走 分別在車輛車頭、車窗等敲打破壞 影片就此結束 以上來自HK的報道 治安情況也是一般 據報粉嶺停車場多達70部車 遭到刑事毀壞 看到有車鏡短片 有預謀、有工具 蒙面的歹徒一落車就不斷連環撥車 不理你誰 亂撥 結果多達70部車都遭殃 另外亦講講這宗怪物 根據HK的報道 叫做東格瓦里的積容咖啡 竟然含有偉哥的藥物成份 衛生署呼籲市民不要飲用 內文提到 衛生署在昨天10月30日 呼籲市民不要購買或服用 這隻叫做東格瓦里的積容咖啡 那隻的產品被發現含有 未標示受管制藥物成份 適當分 其實是用於治療一些性功能障礙 只是偉哥的主要藥物成份 以上來自HK的報道 如果有這隻東格瓦里的積容咖啡 就不好喝 裡面竟然含有偉哥的藥物成份 衛生署昨天呼籲買了這隻咖啡粉的市民 是要立即停用 如果不舒服要求醫 另外有需要可以聯絡衛生署的藥物辦公室 另外亦講這件事故 根據HK的報道 葵聰國瑞路巴馬線男子捱的士撞 手和臉都受傷 半清醒送丸 內文提到 葵聰發生車禍 昨天下午10月30日5時多 一部的士沿國瑞路行駛 逃至新風中心對開 意外撞到一名姓楊61歲的藍圖人 意外過後藍圖人的手和臉都受傷流血 半清醒由救護車送往馬加烈醫院治理 警方正調查車禍原因 現場照片可以看到 現場是新風中心對開的斑馬線 男士主被的士撞到過後坐在地上 有熱心市民蹲在旁邊扶著他的背脊 也有幾個圖人在旁邊了解 以上來自HK的報道 傷者半清醒送往醫院 希望他沒有大礙 事件仍然有待了解與調查 另外也提到熱話 根據HK的報道 法拉尼拍路邊 內地大媽挖車頭蓋打卡 網友急尋車主 說他的車頭都花了 兩人提到 跑車魅力是否沒法黨 有網友在旺角街頭 發現停拍了一輛法拉尼跑車 周遭有一群內地人 圍著跑車打卡 說的是拍照 更加每天靠著車頭蓋位置 所以法鐵文質疑對方 前世未見過跑車 也有人呼籲車主盡快回去拿車 就說法拉尼車主再不開走你的車 車頭應該會花了 有網友批評 為了影響 依靠跑車的行為離譜 就說麻煩給距離 整個人坐進去 真是壞 以上來自HK的報道 法拉尼拍路邊 結果成為一大群內地大媽輪流 在拍照打卡 拍照打卡沒問題 不過據報原來有大媽 就說是靠著車頭蓋 整個人坐進去 結果網友急急呼籲車主 快點回來現場 整部車的車頭快花了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樣看 不妨劉國賢聊聊天 另外也提及這宗消息 根據先導日報的報道 貝奧村屋27歲的男子 在睡房裡暈倒 送院搶救不治 兩人提到 大嶼山漁南道貝奧身圍村 一個村屋 在昨天10月30日 下午2點多 一個27歲姓周的男子 在上子睡房暈倒 家人發現 大驚報警 救援接報到場 將昏迷男子送往北大嶼山醫院搶救 可惜回天佛術 男子死因有待驗屍後確定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怨死者安息 這個27歲的男子 突然間在睡房裡暈倒 再送院搶救不治 年紀相當輕 死因有待跟進 和了解 另外也提及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深水埗堂樓電動單車起火 四人報稱被困的 包括小童 消防港治救星 男人提到深水埗大南街261號二樓 一個單位 在昨天10月30號下午5時半起火 單位裏面有四個人 一度報稱被困 當中包括一名小童 消防接報港治 動用一喉一煙武隊灌救 沒多久將火救息 初步調查相信 是電動單車起火 事件當中 單位四人安全疏散 沒有人受傷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感謝消防員 令B箱報稱有四個人曾經被困 幸好人沒事 火警原來因為電動單車 不知道是否因為充電的時間 有問題而起火 我是困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